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早上提到我们在生活里面 我们会不断地要求我们的生命能够不断地被更新 那这个被更新不是只有外在表现出来的 真正的更新来自于发生内心里面的改变 我们早上提到信仰里面有两个非常重要的阶段 就是重生的喜跟圣灵的更新 那重生的喜是借着受喜我们归入基督 我们的生命能够被更新 但是很多弟兄姐妹 我们虽然都已经接受了重生的喜 但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有圣灵的更新吗 所以这个圣灵的更新 它不是指着过去完成的一件事情 它指着现在的更新 也指着未来能够不断地被更新 所以我们过去信仰好不代表我们现在信仰也很好 现在的信仰也不代表将来的信仰也是跟着一样好 所以我们不断地要透过圣灵来更新我们的生命 那我们怎么样让圣灵来更新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段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段经文 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来看第九节 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九节 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 你们是神所跟踪的田地 神所建造的房屋 我们是跟神同工的 我们要如何跟神同工 神在上 我们在下 神是有大能的 全知的 全在的 我们是非常软弱的 这么大的悬殊 我们要如何与神同工呢 那这一段里面就提到 我们要在两件事情跟神来通工 第一个 我们是神所跟踪的田地 第二个 我们是神所建造的房屋 早上提到这个房屋 就像我们人一生的信仰的状态一样 什么要重新被建造 是建造在基督耶稣的根基上 我们过去都把它建造在一个会改变的 会过去的这些沙土上 很多人把生命的根基搭根在一种物质方面的 钱财方面的 名利方面的 这个都像沙土 都会过去的 所以我们要与神同工 透过神的道理 我们重新这个根基 重新被建造起来 所以当我们的根基是建立在主耶稣的根基上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不会因为谁离去了 还是什么东西改变了 我们就活不下去了 而是我们还有神 这个就是我们在一辈子 要不断地与神同工的事情 第二个 我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 所以我们要提供田地 让神来耕耘 我们的心就像一个新田一样 所以我们不断地透过主的话来学习 来读经 来灵修 来祷告 那神的道就栽种在我们的内心里面 那圣灵在当中就不断地运行 所以我说 我们今天参加这个聚会 我们都在参加圣功 不只有传道人讲道 我们此次的范例 我们底下听到 也是做圣功 但是不是每个人都在做圣功 如果今天我们的心不在这里 人在这里 我们还是没有办法与神同工 所以我们坐在这边听到 我们要求主来耕耘我们的内心 所以我们要专心 透过道理 到底神要告诉我什么 早上提到 道理好像一面镜子一样 我们照照自己才知道我的正面目 哎呀 怎么会是这样啊 我们总是能够看见别人的缺点 但是总是看不到自己 那透过听到之后 看见了这一面属灵的镜子 我们就发现我们离神的标准要求差太远了 我们内心就开始有圣灵的责备在里面了 哇 主啊 我怎么这么软弱啊 我怎么这么没有信心 我怎么很多饶恕的道理我做不出来 我爱了 我爱不下去 主啊 求祢来帮助我 当我们内心有这种道理的交换 跟这种道理的激励的时候 圣灵就在里面来运行来工作了 那圣灵就不断地在里面来耕耘我们的内心 我们的生命表现就能够被更新了 我们用这样的概念来进到三种的比喻里面 我们来看回马太福音来看第十三章 我们可以从第三节来看到第九节 这边提到了四种新田 这个比喻不是只有讲给当时时代的人听 因为后面提到有耳的都应当听 所以可见主耶稣用这个比喻提醒我们 我们听到会有这个四种情形 所以要我们去思考 我们到底是落在哪一桶田地呢 虽然我们听的道理都一样 但是撒在每个不同的田地里面 它表现的方式就会不一样 那第一桶是撒在路旁的土是印的 代表这个种子撒下去 它的内心没有办法接受 因为它没有把这个土弄松 没有翻土 那种子没有路土 这个种子就在这个土上面 这个肺鸟一看就把它给吃掉了 所以同样今天我们听到的听归听 但是有没有内化在我们的心里面 有没有接受这个道理 甚至来执行这个道理 那这个肺鸟一表魔鬼 魔鬼看见你心不在意 你不是很认真 这个道就被它夺去了 所以诗篇告诉我们 说我要把你的话藏在我的心里面 免得我就得罪你了 所以可见当我们基督徒 心中没有神的话的时候 我们在面对很多人生的抉择 我们在面对很多试炼跟试探的时候 你里面没有神的话 你里面所发出来都是世界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所做出来的都是不合神道理的事情 失去真理的准则跟界限 我们常常就会得罪神 接着我们来探讨下午的部分 是来看第二个田地 我们来看第五节 我觉得很多我们的信仰 没有办法生根结果 很可能是落在第二个田地 它虽然是富途了 可是它没有把里面的石头除干净 当这个根往下一扎遇到石头 这个苗往上长遇到日头 夹在石头跟日头之间到后面 它就枯干了 那到底从这个比喻里面 主耶稣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 我就借着我读尽的心得 跟圣灵的感动 跟大家来分享 我们现在想一想 底下的石头 到底石头是什么 那石头到底有什么样的特性呢 第一个石头它是没有养分的 第二个石头它是硬的 石头跟这些泥土不太一样 我们知道这个土壤 它能够长出生命 但是这个石头它没有办法提供养分 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属灵的生命 不要被石头那些没有养分的事情给占据 我们这一生当中花了很多的时间 用很多的金钱来去追求那些 就像石头一样 对我们灵性没有养分的事情 我们发现过去老一辈人的生活信仰都非常的单纯 过去人的生活要单纯非常的容易 你说生活简单 就不会有太多的重担跟压力 但是这个时代 我们要过简单的生活是非常的困难 有人说需要的不多 但是我们每一个人想要的特别多 有人这么说啦 人生其实真正用得到的只有30%而已 我们想一想一部高档的手机 大概有70%的功能你用不上 我们看苹果最近出的手机 是这个14%以及到14%的等级 但是有一些长者 当然孩子很孝顺 买最高级最高档的苹果手机 但是老人家能够用的大概就是听而已嘛 上个网络看个YouTube 顶多使用最多就是LINE而已 那你说苹果手机只有这几个功能吗 所以我们用高档的手机 有70%的功能你是用不到的 一辆超跑的跑车里面 70%的速度在台湾没有地方可以用得上 一栋豪华的别墅 70%的空间我们用不上 一屋子的衣物 这个衣服 70%的衣服 我们可能买到现在 有70%的衣服摆着都没有穿过 有时候我觉得我太太真的很特别 我们是跟她讲说 如果有重要场合明天要参加 麻烦你晚上就准备好衣服好不好 她今天没有来可以讲一下 她说可以啦已经准备好了 后来准备要出发了 哇又在跳衣服 不是昨天都跳完了吗 这个场合好像没有一件我可以穿的 我说你的艺术不是很多衣服吗 她说就不是这个场合穿的 配合我的心情没有一件可以穿的 所以真的 70%的衣服真的穿不到 我们想一想 我们一辈子所赚的钱 请问你可以花多少 可能70%我们是用不到的 有人说简单生活 我们要能够充足使用那30%就足够了 所以我们的生命 其实被这些70% 我们用不到的 闲置的 甚至是浪费的 去占据了我们很多的时间 我们花很多的时间 赚更多的钱 不就是要去争取那用不到的70%吗 忙到后面 我们没有时间灵修读经 祷告 福责人要排圣工 抱歉 很忙 没有时间 所以这个时间 我们都被占据到了 所以这个就像石头一样 它是没有养分的 它是阻碍了 我们的根 往下扎根的过程 我在中午 在查资料 在2021年 我们的儿少台湾 一天 应该说一周 花多少时间来花手机 因为疫情期间 很多学生可能 也不用到学校上课 一周花了42.7个小时 把它平均一天 花六个小时 在花手机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数字 你说我们人生 时间有多长 我们真正一天 能够用的十二个小时 你就占了一半的时间 所以造成 很多时间 该做的都没有做 而是在浪费那一些 不必要的时间 不必要花用的 这些空间 那第二个石头 它是硬的 所以我们的信仰 为什么没有霸扎根 因为底下遇到了石头 虽然我们看起来有根 可是到一个深度 我们就没有霸生路 那什么是我们信仰的石头呢 第一个 可能是我们的头脑 我们的理性 有人说这个时代 崇尚科学 很多科学头脑 它必须经过理性的识变 才决定这个事情 它要不要接受 所以这种头脑 其实常常也阻碍了 我们对神的道理 有更透彻的认识 我们知道在全球 其实基督教界里面 非常多的教派 登记有案的 大概有六千多种的 基督教派的派别 如果没有登记的 可能超过四万以上的 基督教的不同的派别 我觉得有一次 我还在路透教会 注目的时候 有信徒带一个目道者 布道会的晚上结束 就跟目道者在聊 这目道者就在讲 牧师我跟你讲 我觉得你们这些高层 很奇怪 我说我们教会都叫传道 我们不叫牧师 你说高层 我们教会没有高层 我们都是做仆人 他说我教会的牧师 跟你们是不是坐下来 好好谈一下 我们都是用一本圣经 我们的信的 我们都是同样一个耶稣 那为什么要分这么多的派别呢 我说这个 对呀 你说得很好 那问题是 如果我跟你牧师 意见不一样的时候 怎么办 从来我跟你讲 我牧师特别讲一件事情 他说彼此意见不 我们要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以圣经为最高的准则 我看了非常的高兴 我就说 请问你怎么洗礼的 我们就说 后面有池子 我们就洗了 我说你圣经根据在哪里 他突然没有 我们牧师都这样教的 我说好光是洗礼 不凤跟你牧师谈 我们两个不一样耶 你说回归圣经 我就跟他翻圣经 奇怪传道你的圣经 是用什么版本的 他说奇怪 一样的版本 怎么以前都没有看过呢 所以可见 很多的基督教的派别 看起来是很多的分支 我们就看到 有些基督教 对圣经的接受 只有百分之三十 有的好一点 信了百分之五十 有的信旧业 不信信约 好一点 百分之七十而已 那甚至有些 这个新学派的神学家 他们对很多的神迹 他们是不能够 接受跟相信的 所以这是一件 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传扬圣经 可是他们又不能够 完全接受圣经 所以这是一个 很矛盾的事情 其实在这个时代 很多的年轻一代的学子 他们学了很多 外面的学问 慢慢的 其实对绝对的真理里面 他们的接受度 其实大大的锐减 我过去担任大众辅导传道 有八年的时间 有一次去一个高级班上课的时候 他们就定一个主题 这个主题 我真的想了很久 主题叫做 信仰中的毛与顿 我在看这个主题 是不是现在的青年 信仰都产生极大的矛盾呢 那我就想 我要怎么去表达 我要怎么去讲这一堂课 后来想了之后 我就定个副标题 信仰中的毛与顿 谈绝对跟相对 后来我的引言 跟这些孩子说 我的信仰到现在 没有矛盾 为什么会有矛盾产生 是我们把圣经的真理 当作绝对 我们又把不是圣经的真理 以外的事情 也当作绝对的时候 这两个碰撞了 就产生矛盾 这个矛盾 这个词是有典故的 就是说过去有人 他是卖矛又卖盾 首先他拿起他的毛说 各位我这个毛是全天下 绝对最厉害的毛 任何的盾他都可以攻破这个盾 讲完之后 他又拿起他的毛说 我这个毛是全天下最厉害的毛 他能够抵挡任何的盾 很多人在听 你的毛最厉害 你的盾最厉害 两个碰在一起 谁比较厉害 所以两个碰撞就变成自相矛盾 所以可见当我们今天 对圣经的真理 没有办法确立 他的绝对性的时候 我们的信仰就会产生矛盾 这就是现在很多的青年 信仰产生很大冲击的问题 所以今天我们要确立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神 我们的圣经是绝对的 我们人世间很多的价值观念 这些思想 这些潮流 都是相对性的 我们发现很多的医学 经过一段时间 他会推翻过去的医疗的薪资 所以后面我就跟学生 下一个很重要的结论 当我们能够确立圣经的绝对性 我们的信仰就绝对没有问题 如果你不把圣经当作绝对 还是说你把人世间各样的事情 也把它当作绝对的时候 你听到圣经的真理是绝对 你的价值观念 你又认为是绝对 两个碰在一起 就绝对会出问题 这就是很多人的信仰 信到一半 下去遇到石头 我们看见很多的神迹里面 你可以用理性来去识变吗 我们听到很多 弟兄姐妹的这些见证 你觉得可以用理性 可以理解神的事情吗 包含得色你 就是一件超越人理性的事情 你可以想象一个看不见的神 透过圣灵 祂能够内住在你的心里面吗 这是一件用人的理性逻辑 是没有爸理解的事情 但是在我们每天的生命 是不断的重复的在发生 所以可见了 我们今天的信仰 一定要除去 我们生命的这个石头 那有些石头 可能是我们过去 就有的信仰的观念 有一次我到一间教会 有一个目道者 就跟我这么说 传道 如果你答应我一件事情 我就来接受基督教的信仰 我说什么事 如果你同意我能够 同时祭拜祖先 也能够同时信耶稣 那我就接受这个信仰 我说这是不可能的 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 就成为你唯一的 也是独一的神 我说这个就是祂的石头 祂如果没有办法 去挪去这个石头 这个信仰 遇到这个事情 就没有办法 行下去了 我们教会有一个目道者 目道了二十多年的时间 我只能说 他很认真在聚会 他也很认真在拜拜 所以到了二十多年 他的信仰没有办法下决心 我想这个都是我们存在的石头 我们来看土琴石头地 它有什么样的状态 再看回马太平的第十三章 来看第五节 这边提到说 土际不生 发苗最快 所以后面主耶稣也特别来解释 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 我们来看二十节 撒在石头地上 就是人听得到 当下欢喜领受 只因心里没有 跟不过是暂时的 即是未到受了患难 或是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所以这个信仰是 他是很表面的信仰 土际不生 发苗最快 好像当下 他的一信之后 他非常的热心 但是有时候热心 不代表真的里面 他是出于热心的 看到很多热心的 弟兄姐妹出信的时候 非常的热心 可是碰到了一些 别人不同的评价 甚至听到别人 讲了一些 他过去的不是的时候 还是他看到了 家会某些软弱的时候 哇 他的信心就荡下来了 这种信仰 就是暂时的相信了 那有些人追求信仰 是有问题能够寻找神 问题解决了 他就不来聚会了 只见神经 但是不能够见到神 我听到一个目道者过去 他生的病非常的重 几乎是瘫痪的 医生有时候 他不可能再走路的 很奇妙受洗之后 一段时间 经过长期的祷告 他竟然能够走路 他平常还没有走的时候 信仰很坚定 他的病好了之后 就不来聚会了 房屋主打电话给他 他就说 感谢主啦 我的病已经好了 如果未来 如果还有需要 我会再回去找耶稣的 所以主耶稣跟他的关系 好像医生跟病人的关系 所以很多人遇到苦难 来找神 苦难解决了 就不再寻找神了 所以我们跟主的关系 是葡萄树跟子子的关系 他不是一种教育的关系 也不是有条件的关系 而是神期待 我们跟他的生命 是连署的关系 我们里的神 我们什么也不能做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审查目道者的受洗 我是觉得要非常的慎重 有些时候 都要有个长时间的 在他信仰里面的 不断的栽培 现在很多教会 都有什么目道的造就班 我们要有很长目道的时间 慢慢的去厘清 他这个田地里面 是不是还存在很多的杂草 他的心体里面 是不是存在的 硬的这个土质 还是里面还存在的 很多的石头 如果信主不把石头 跟杂草除干净的时候 以信主没有几年 可能他就离开了 这就是主义书讲这个比喻 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 那土贤石头地 还有第二个状态 我们来看第六节 六节提到 日头出来一晒 因为没有根就枯干了 这个范例 我们刚才读过了 在二十一节 提到就是说 因为没有根 只是暂时的相信而已 为了到受了患难 或受了逼迫 立刻就跌倒了 这个提到的 日头的出现 我们知道 种子的成长 一定需要光合作用 一定需要日头 所以日头的出现 对于一个种子的成长 是一个必经 也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如果没有阳光 植物是没有巴掌起来的 但是日头的出现 对于一个 没有根的信仰来讲 它是尽快的枯干了 但是对于有根的信仰 日头的出现 是能够帮助它 能够更迅速地成长 我们来思考 什么是我们在信仰当中 我们面对的日头呢 这边提到 为了到遭受逼迫 就立刻跌倒了 还是遇到了试炼 就退步了 所以很多时候 神允许我们 接受各样的试炼 信仰如果没有透过试炼 我们就不知道 这个信仰的程度是怎么样 好像很多时候 我们在学校考试 都有其中考跟其末考 甚至还有一些学 它是有所谓的升德考试 那怎么去看呢 就看你这个程度 你到底这个单元 你到底学了多少 有时候问学生 懂了没有 都懂了 一发考卷下去 看成绩就知道 到底懂还是不懂 就像平常我们 弟兄姐妹听道理 哎呀 传道你讲的道理 我们都听过了 杀众的比喻 我倒背如流 那今天如果生命 一出现日头的时候 你是不是真的也能够 表现你信仰的信心呢 所以我们今天 要成为一个 有根的信仰 我们就不会害怕 这些日头的出现 反正这种信仰的考验 是助长我们灵性的成长 我曾经听过一个弟兄 因为他常常 他身体过去是很好的 他常常就听到 很多弟兄姐妹 带导的名单 他也非常用心 帮这些弟兄姐妹来带导 他每次祷告就想到一件事情 我什么时候 是需要被人家带导的 等到有一天 他生病了 他说感谢主 终于轮到我了 过去都是弟兄姐妹 经历操练 感谢主 看得起我的信仰 主耶稣知道 我一定能够胜过的 他真的从这个部分 他把它当作一个考试 主耶稣给我这个病痛 我怎么样通过这个考验 我考验越大 他对神的信靠越大 他说 传道我从来不会想要买怨神 因为主耶稣知道 我长大了 长大就要经过考试 能够长得更大 我们过去前辈都有一个概念 我们真教的信徒 我们要接受四种洗礼 第一个 我们要接受赦罪重生的水洗 我们要接受圣灵的洗 第三个 我们要常常听到 我们要接受道洗 第四个 我们都要预备 活洗的来临 所以每个弟兄姐妹 都要面对的 最近我也看到 有些神学生 有很多的操练 因为现在我在神学院 当辅导传道 有的人就说 传道是不是那边比较轻松 我说一点也不轻松 其实我们是陪伴神学生 去经历很多的操练 我自己在过去神学生的时代 我也经过了很多的操练 我就勉励 这些神学生将来要当传道 我说如果最好的部分 大概传道人接受操练 有三个阶段 第一个 进神学院之前 第一个 在神学院期间 第三个是 出来才受考验 我说最好的是 在神学院期间 能够好好地把一切的考验 就在这三年 把它都考过了 因为这三年 你有很多的时间来读经祷告 这三年 你有很多的同工 可以陪伴你走过这一段 如果传道人 没有办法来面对 来操练这些操练 你将来注目教会 有很多信徒的操练 去来找你辅导 那你要怎么去面对 你没有胜过 这个操练的一种经验 你怎么去表达这个信仰 怎么样去提醒 弟兄姐妹 怎么走过去 有时候我们真的会看到 很多教会的长子传练 会面对很多的操练 不是说神不看顾他们 是因为神在他们身上 给他托付更大的工作 因为长子传练 要面对更多信徒的问题 他怎么去解决 他如果没有走过这一段路 他怎么陪伴信徒走过这一段路 我们看圣经的约伯 他是一个很完全的人 这不是约伯自己讲 是圣经给他写的注解 他是完全正直的 他是个大好人 但是这样的义人 也会遭受到日头的出现 我想没有一个世界上的人的苦 比约伯还要更深 本年是很富有的 一世之间 什么都没有了 本年用十个儿女 一世之间 什么儿女 全部都死光了 你说在这样的操练里面 他怎么向神祷告 他说我次生追母 他也必次生归回 赏识是神 收缺的也是神 所以在这个世上 约伯没有以口来犯罪得罪神 我觉得这个信心不简单 甚至他太太怎么跟他说 我看你这么敬畏神 你看神怎么对待你的 我看你这么痛苦 你干脆要死了算 你就离弃你的神算 你的神一点都不看顾你 但是约伯有这么做吗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生命有时候 我们面对教会更大的工作 有时候我们就会面对 更大的日头 但是对一个有根的信仰 这个日头 它是一种养分 但是我们的根 如果信仰没有根 它会变成扼杀 我们的生命的过程 我们看这个树 这个根真的是很重要 我过去在基隆教会 正兵教会注目的时候 后来我们到海经医院 有一个小会堂 给我们教会去做管理 听说那是蒋宋美林 那个时代盖的会堂 大概有六七十年了 有一次我跟总物 我说奇怪 下雨它就会漏水 我们四周去看 好像都没有裂缝 总物就跑到这个梯子上面 一看 船道糟糕了 有问题 上面有一棵小龙树 我说怎么会有龙树在上面 可能是鸟叼那个种子 掉下去的吧 明明上面没有涂 这个龙树怎么会长起来 很奇妙的 既然这个龙树的根 是深入到整个钢筋水泥里面 整个都裂掉了 而且连拔都拔不出来 哇我就看见这个树的根的生命力 真的是很厉害 所以今天我们的信仰要有根 我们看见保罗的信仰 真的是有根的信仰 我们来看罗马书第八章 罗马书的第八章 我们请参考三十五节 我们来看到三十七节 我们读到三十九好了 我们看罗马书的八章 来看三十五到三十九节 三十七三十五节 谁能使我们以基督的爱隔绝呢 难道是患难吗 是痛苦吗 是逼迫吗 是饥饿吗 其实是肉体吗 是危险吗 是刀剑吗 如今上所记 我们为你的缘故终日被杀 能靠门如江载的羊 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 在这一切事上都已经得胜有余了 因为我身心 无论是死 是生 是天使 是掌权的 是有能的 是现代的 是将来的 是高处的 是低处的 是别的受造之物 都不能叫与神的爱隔绝 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 真的非常佩服保罗的信仰 保罗在还没有信耶稣之前 他的前景是非常的美好的 他将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的发展 但是他信耶稣之后 为了传福音 他变得很贫穷 他到处受到逼迫 从他哥林多那边 也特别提到 他在这个福音当中所受的苦楚 他说我们看见 就像一个树里面 它的根是扎根 很深很深的地方 他说再也没有什么 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 不管是灌烂 是困苦 是逼迫 是饥饿 不会因为这样 造成我与神的隔绝 因为保罗是有根的信仰 所以我觉得这个信仰的根 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我们想一想一棵树 如果长得很高 没有根 会造成什么状况 很多时候我们看这个行道树 台风一吹就倒下来了 很多的树都是移植过去的 因为都把它很深的根 都剪断了 只有那个浅根 把它栽在那个地方 你说真正一个树 如果扎得很深的根 你怎么样的台风怎么吹 它都不会倒下来 那么得到一个结论 一个生命的高度 取决在生命的深度 如果一个人没有深度 高度都是假的 我们到这个101 盖得很高 它的地基也非常的深 你看101这么高 如果地基不深 地震逆遥 它就会倒塌下来 所以属灵方面也是一样 属灵不是只是一个高度的问题 更是一个深度的问题 这个高度可能是在我们的服饰上 别人可以看得出来 但是我们属灵的深度 我们看不出来 好像这个树根 这个根是被埋在土里面 只有你跟神知道 你的根有多深 所以今天我们追求的 不只有属灵的高度 跟那个侍奉的恩赐要提高 这种恩赐很高 如果深度不深 这种恩赐不能够造就你 也不能够造就教会的 如果一个人 他有属灵的高度 但是他无法看别人比自己强 看他比自己厉害 就嫉妒别人 他就在开会的时候 自己的意见 没有办法得到别人的认同 开始底下 开始布局 开始布善纷争 这样空有高度 没有深度 这个信仰是虚假的 我们看到这个扫罗王 圣经怎么去介绍他 他说这个扫罗王 他比别人高过一个头 没有错 他坐网之前 他是一个谦卑低头的人 但他坐网之后 他就没有办法谦卑下来了 神所说的 他都没有照做 他要自己做头 当大卫打死哥利亚的时候 很多妇女讲说 这个扫罗杀子千千 大卫杀死万万 他看到称赞 全部都归在大卫身上 他就基督大卫了 你看到后面 这个扫罗 是神不同在的人 甚至扫罗都不理他了 甚至他要去找那个教语的 所以后面这个头 是被砍下来的 所以今天信仰 不能够只有高度 我们更重要 我们要具备深度才可以 很多的事情 我们都外表都是看得见的 但是内在的动机 是人所看不见的 我们来看这个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马太福音请看六章 马太福音的第六章 我们来看第三节 我们来看到第四节 马太福音六章来看三到第四节 上节你施舍的时候 不要叫你左手知道 你右手所做的 要叫你施舍的事情 在暗中 你父在暗中查看 必然报答你 圣经为什么讲说 你不要让左手知道 右手所做的事情 其实谈的就是 很多的善事暗中做 你家会里面不是 我今天奉献 好像奉献这么多 没有人知道 我奉献就白奉献 很多的庙你要奉献 他都会 赞给你的名字 奉献多少钱 因为世上的人要名利 可是在神的国度里面 不用 所以当没有人看到 就是神在看的时候 所以当别人 记念我们所做的 我们在神身上 就得不到神的赏赐了 所以每一个人 我们的根 都是隐藏的 外表能够骗得过人 但是内心 却无法来骗得过神 有人这么说 我有四个层面的我 第一个 我是大众里面的我 比方说在祈鼎教会 我 大家认知的我 可能是那个样子 可是大众我里面 深入到家庭的我 家人看你 跟整个教会看你 有时候不一样 因为朝夕相处 都知道彼此的个性 第三个我 自己眼中的我 你自己眼中的我 跟家人眼中的你 有时候不一样 你真正的自己 跟大众里面认真的你 有时候有很大的落差 第四个我 就是神 眼中的我 将来 神审判的依据 不是别人怎么看你 不是家人 怎么看你 也不是你自己 怎么看自己 我们将来的审判的依据 是神 眼中的我是什么样的我 所以 跟是常在里面的 只有神知道 所以我们灵修 不是灵修那个高度 而是灵修那个深度 有没有根 只有你跟神最清楚 只有发自内心的 带着诚实的 这是神所要纪念的 我们最后来看 哥罗西书来看三章 哥罗西书的第三章 第三章来看二十二 我们来看到二十四节 哥罗西书三章 上来看二十二到二十四节 二十二节 你们做仆人的 要凡是听从 你们肉身的主人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 像是讨人喜欢的 总要诚实敬畏主 无论做什么 都要从心里做 像是给主做的 不是给人做的 因为你知道 从主那里 必得着基业为赏赐 你们所侍奉的 乃是主基督了 我觉得这段圣经 非常的重要 他说我们基督徒啊 我们的表现 不是只有在 别人看得见的 还在教会里面 大家看得到的事情 他说凡是任何的事情 在人眼中的事情 我们讨的不是人的喜欢 我们做很多事情 好像是对人做 可是对人做的背后 我们是要对神负责的 你说今天我骗的事 我也不是要骗神 圣经说你坐在人的身上 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神要我们的诚实 不是只在某些人来诚实 不是在某些事上来诚实 而神要无时无刻 都处在这样的状态里面 你看起来是坐在 一个人身上 但是却是坐在 主耶稣的身上 所以23年说 无论做什么 都要发自内心来做 是给主做的 而不是给人做的 包含了今天的圣工也是一样 但今天我们跟任何人相处 也是一样 包含了工作的职场 我们在课业上的一种成绩的表现 我们都是要做给神的 所以24节说 我们所侍奉的乃是主基督 我们发自内心所做的 将来在神面前 都要得到祂的赏赐 所以从图前石头地 这个比喻 让我们有很多的思考 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根呢 不是你说了算 而是日头的出现 就造出来了 我们今天做圣工 我们传福音 我们都会遇到日头的考验 当师封遇到考验 当我们努力做 得不到正面的评价的时候 你还能够坚持到底 代表你的信仰是有根基的 求主来帮助我们 靠主除掉我们的石头 靠主来接受神的日头 一起来唱诗 118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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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9首 119首 128首 感谢观看